热搜预定 有请三板大斧子 加油 投赞 来 加油 三板大斧子 B.C. 这次毕业大戏是 三板大斧子从未尝试过的风格 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 无限起飞的这样一个作品 这也算是一次新的尝试 是我们之前一直不敢挑战的 怎么样 讨哥 我们这是个啥戏 到决赛了嘛 11个人大家觉得可以一起飞一下 那就一起飞一下的 哪怕是飞杂了 但是我们11个人 大家手牵手 肩并肩 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就是心情啊 就是这段路啊 最后一次走了 你们就第一 凑你们拉分呢 又来了 行 没有 没有压力 实测他们抢装来得及吗 他们还起来 他们应该来 感谢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让我们相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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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 让我带兄弟们再出一次吧 阿关 老李给 毕业大戏 对我们来说 代表着跟喜剧大赛第一季的告别 也给三板大斧子 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上 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板大斧子 批 批 批 扔 毕业大戏下一个作品是 热搜预定 一 二 三 四 二 盛梦姐 诚儿 现在太火了 见你一面太难了 我来晚了 没晚呢 这还提前十分钟到的呢 你的节目我来晚了 我怎么听说 咱这节目录不下去了 赞助商要撤资了 这不正好把你请来吗 给我这一季好好截个尾 姐 你放心 我来了 你这节目就录不成最后一期 什么意思呢 还得有下一季 坐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这最后一季也不让我录了 姐 我现在啊 太火了 我这热度就烫 是吧 我这样 我一会儿啊 给你带俩话题 给你整俩热搜 你这节目肯定能翻红 那个茬儿 不用 不用 我就是踏踏实实录节目就行了 姐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我太火了 这综艺我参加太多了 这都得有套路 都得整事 这样 姐 你把说法放下 放下放下放下 你就跟我聊天 你就跟着我节奏走 没问题 行行 咱开始开始 那咱俩就当聊天了 好了好了 来 现场准备 三 二 一 欢迎来到《世梦一对一》 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十亿票房影币 张驰 张驰 张驰啊 咱俩是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认识的 而且当时都在三板大斧子社团 十年未见 沧海桑田 我 我 那个 咱们上面卡一下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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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姐 你打断我情绪干嘛呀 我这眼泪差点就滋出来了 我看你可能挤半天 没挤出来也挺尴尬的 姐 我这都是帮你呢 我这一哭 张驰 综艺首哭 勒撒失盟一对一 什么意思呢 热搜词 这都帮我想好了 当然了 我这替你想好了 你就看着弟弟节奏走 明白吗 咱 先真情实感一点 好不好 我快了是吧 有点大是吧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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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来 咱再来一下 三 二 一 欢迎来到 《时封一对一》 我想问一下张驰啊 火了之后 我是一种什么感觉 不开心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火了 我拍戏太忙了 我多想抽出时间 来见一见三板大斧子的队员 姐 你想他们吗 想啊 你想见他们吗 当然了 你看 谁来了 谁来了 事蒙好久不见 哎呦 我天哪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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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呀 这 欧剑宇 哎呦 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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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认出来 十年没见了啊 回头咱俩加个微信 好啊 剑宇 张驰 十年了 你长高了 失谋一对一 老友重聚张驰 是泪撒现场 这什么意思呢 热搜词 坐 不 那个这样 咱先让剑宇啊 去休息一下吧 不不不 一块聊 一块聊 我是一对一 不重要 不重要 一块聊 来 相信弟弟啊 问 欢迎来到 失谋一对二 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 张驰和他的好兄弟剑宇 我们当时啊 都是在三板大斧子 一起做喜剧 那时候真的很开心 不开心 做喜剧很苦 我们是苦中作乐 一点乐不出来 我记着 我那时候身上就剩六块钱 我跟剑宇 连一份盒饭都买不起 后来多亏了思维哥 借了我二十块钱 是 他自己 却没有吃饭 思维回头又问我借二十 才吃上饭的吗 所以你看 谁来了 要叫谁呀 你 你 你 师傅 嗯 当初要不是这二十块钱 我活不到今天 这二十块钱挺金花呀 今天 我今天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还你钱的 还他 不用 真不用 就二十块钱 拿着 必须还 不用 十倍还 好 这 这不也就才二百块钱吗 张池 现场帮好友催债 对方无奈 十倍偿还 坐 不是 你说就二百块钱 你仨不挤得慌吗 前后窜一下 姐 感觉对了 来 继续问 这还问呢 快 欢迎来到 世萌一队三 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 我们三板大斧子 三板大斧子 三板 三板大斧子 这咋的了这是啊 我能提这几个字的 张池 听解一句话啊 千万不能再往里进人了 姐受得了 沙发都受不了了 我觉得沙发受得了 你看谁来了 太有人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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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摄影师啊 她很安全 安全 张诗好友 偷袭摄影师 节目现场 泪洒舞台 坐 我拍呀 我来回来 姐 热度是不是上来了 热度上没上来 我是不知道 我血压现在是上来了 这就对了 就是这种感觉了 继续问 这还对呢 对 欢迎来到 师梦一对四 我问啥呀 我都不知道要问啥呢 你随便问 你问什么不重要 问 那我们来问问父母吧 张诗多久没见到 爸爸妈妈了 说到父母 我就能想到吵CP 这怎么想到的 说到CP 我就能想到 我们三板大斧子 最有CP感的一队人 你猜 他们是谁 那还用猜吗 出来吧 是吗 是吗 昨天晚上录事的时候 也没说你俩要来呀 是吗 你等一下 咱俩离婚吧 离婚 因为啥呀 因为你 老实 我跟王后可是清白的 对不起 占用了公共资源 接下来 我们会以孩子父母的身份 继续生活的 孩子都散岁了 怎么判 判给谁 判给你 张诗好友 节目离婚 孩子竟是他的 你俩不都离婚了吗 习惯了 感觉怎么样姐 我感觉不咋样 快快去问 这就对了 欢迎来到 师盟一对 一大堆 我猜谁呢 我想知道知道 那我问问你吧 咱们三板大斧子 你最尊敬的人是谁 我尊敬你呀 你看这橱上你整的 这我知道 除了我呢 那当然是我们的导师 于和为老师 没想到吧 今天非常荣幸 请到了我们非常尊敬的 东敬川 有什么关系啊 他们俩 为什么见到 郭总 川哥 这是咋的了 这是 哎呀呀 不是 那个 咱腿脚都这样了 就没必要再转了吧 赶紧坐下吧 来来来 你看出来了 你好像是真累了 你们三位 我带来的是什么话题呢 十年前 川哥遭遇了一场车祸 就成了植物人 我整整背了他十年 你整整是真能编 你是 起来吧 别装了 别装了 川哥 别装 你干什么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能是假的吗 当然是真的啦 十年前 你的节目刚开播的时候 川哥就经常跟我念的 我想去跟师梦聊聊天 今天 我们带他圆梦来了 圆梦 我应该早点邀请你来我节目 我应该早点邀请你来我节目 对不住 对不起 哥 别哭 别哭 他刚才是不跟我说话了 他说完了 他说别哭 别哭 不用 站起来 我好了 我康复了 姓王 这就是友情的力量 好好看看 事梦 一对一 现场金线 医学奇迹 坐 别坐了 站起来吧 哥几个 我感谢兄弟还有姐妹 来帮我搞节目 但是呢 我做生梦一对一十年了 我就是想真情实感地录节目 咱不需要整那些虚的家 不不不 这 这 这 什么意思啊 你觉得我们大家都在闹着玩是吗 不是 谁不是脱家带口啊 谁没有工作 我影帝我陪你来搞这些 我需要做工法 搞得像我为了自己一样 什么呀 我怎么能打他呢 那可 张池参加一对一 惨遭毒打 我都没碰你 主持人当场思考否认 啥时候的事啊 主持人口吐芬芳 问他怎样 热搜预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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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宗 祖宗啊 都是我祖宗 要不给你们磕一磕 行 你们在这整热搜整话题 我走 不是 不是 黄茫 你干啥呀 张池啊 凭你的智商传不出来这些活 说吧 他在哪 你快站住 别唱它 你给我 站住 好久不见 诗宗 这是什么造型呢 你也出车祸了 川哥已经用过了 没有 这其实是我本来的样子 这么多人呢 就没有人推他一下吧 就我 其实第一次见大家 不是在海旋 而是在海边 海边 我想跟大家一起比赛 所以我向海神许了愿 海神给了我一双双腿 我都是忍着忌妒在跟大家 后来 海神收走了他的双腿 他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这么说 你是海的女儿 那是我的姐姐 我是海的儿子 好干啊 拙劣呀 太拙劣了 咱就说说呀 节目 我不做了 最后一起 下一季 我都不做了 我现在就回家写简历去 我换份工作 是 吕老师 余老师 是的 士蒙 佑老师 我听说你这张节目办不下去了 是 需要多少资金才可以继续呢 一千万 一千万 想士蒙 我还是替你写简历吧 干嘛呀 您不如带我们拍戏吧 拍戏有什么难的呀 拍戏不是很容易的事吗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您说 你们平时会做道具吗 对的 是这样啊 我最近呢 开了一个道具公司 算是这个戏剧服务行业 我在想你们没什么事过来帮帮忙 也算是副业 一天多少钱啊老师 顾一峰 老师我叫刘思维 刘思维 怎么张嘴就提钱呢 你让老师情何以堪啊 我们三斧大坊子 三板大斧子 三板大斧子 至于这么缺钱吗 对不起 我是不是你们老师 是 十年前 我是不是你们的辅导员 当然 余老师 你别生气 我不是生气 你这用完了吗 用完了 用完了你给我 你给我 你给我 你给我一点 哎呀 干什么 还有那个那个拿 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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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就提钱 你们 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啊 我先走了 余老师再见 慢走 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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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期了 过期了 不再开戏了 不再开戏了 昔日影定 改做道具了 这下热搜 全被我们给占据了 三板大谱的 有 接着奏乐 接着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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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底子太行了 这个 太行了 这个 来我们给这个毕业大戏 投票 三 二 一 来 然后我们有请三府大阪吧 好 好 你们往中间站 你们往中间站 听我话 一定你们往中间站 往中间站 天台了各位老师 往中间串一串 别让我站你 我 现在大家好像对C位 都有一定的恐惧感 对 咱们 咱们 太火了 太烫了 张琪和余老师长得好香 太香了 来吧 余老师先说 这个刚才还是有点紧张的 因为挺长时间没上舞台了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紧张是正常的 对 我看到他们演出就好像真的跟 刚才徐征师哥一样 又回到了那个演舞台剧的那个状态 特别特别亲切 又有点兴奋 那个状态是刚刚我感受到的 挺好的 而且现在演完之后 甭管好坏 那个兴奋状态还在 这时候 就说话那个声是有点颤抖的 这时候心跳还没降下来的吧 对对对 就是很激动 就是很激动 就是好久久违了舞台 久违了舞台 10小时10下 10小时掉凳了好像 您不如待我们拍戏吧 站着都掉凳 这个好像 以前也用过吧 黄波老师 黄波老师你也站着掉凳吗 我我我没有 我我我没有 谁是编剧啊 来说说创意吧 六寿老师呢 六寿老师在吗 我在这儿 来 六寿老师 来上台上台 这一次我们这个喜剧大赛的功臣啊 作品量很大 不得了不得了 六寿老师好 感觉这位编剧就是有很多想说的 因为今天穿的衣服也都很像 要发言的衣服 对 要发言的样子 我我没有没有 六寿老师 你觉得刚才在上面的表演 离你一开始的想象还有多少差距 我们一开始想象的这个美人鱼是余和韦老师 对 我们给他订了一个鱼缸 就是一开始用布围上 然后哗一揭开 但是后来想可能在舞台上泡十几分钟有点冷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要做这个本子呢 觉得做毕业嘛 就要有一点就是感情在里边 后来我们就设计了这十几个 我这都是帮 比较笨拙的想帮自己朋友再火一把的 这些当年的老友们 就是能让我们现在的心情 就是表达的更直接一些 那讲楼今天的班主任 电视院的班主任吧 崔老师在现场是吗 对 我的老师 崔英勹老师也在现场 崔老师在哪 崔老师您好 崔老师来了 我的天哪 崔老师也是 也是我老师 也是伯格的老师 对 崔老师您请 老师老师 那就是《逆世逃脱》里的那个 《逆世逃脱》里的那位 原型 的原型 没有小角色 只有小演员 只要用心来处处是舞台 你做到了 我现在打个招呼 然后我去准备了 哎呦啊 头发白了 嗯 对 哎呀 哈哈哈哈 你一看这个教学成果 还是这个 很显著啊 很显著 主要崔老师还是这个 九六班的班主任 什么黄晓明 成坤 还等等的一系列 都是他的这个学生 哦 天哪 那个崔老师我就 我就一个问题 就是 蒋龙那最后一课您看了吗 哦 那个我看了 我是在那个 呃 网上看的 啊 对对我们就是在网上播的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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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啊 蒋龙那个 在上学的时候 一直是想演喜剧的 嗯 但是一直让我给按住了 因为我本人那个 缺乏喜剧的色彩 也不是特别的会 所以呢我觉得蒋龙终于 在毕业以后 在这个舞台上 绽放了他的喜剧的天赋 哎呦 谢谢老婆 您有没有想把黄渤也按住 哈哈哈哈 黄渤是在 当时是按不住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上学的 基本上都是偶像剧啊 都是这种 对对对 绝对 那绝对 那确实得按着他 哈哈哈哈 腾哥和贾玲来说说 刚才整个这个表演吧 我是特别特别喜欢 嗯 结构上很简单 对 就是一个类似于 这个采访的 这么一个形式 完了 走马灯式的 一会儿一个上 一会儿一个上 其实后面都已经知道 还要上人了 但你 但还是他能满足你的期待 对对 我就觉得这个做的非常好 而且演员演的 也非常到位 对 你要说非要挑点毛病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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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跟你讲你 你当着崔老师你好好说 就是有一位这个稍微年长的演员 哈哈哈哈 以后这些年长的演员 尽量别出现了 哈哈哈哈 也是为这个戏收了一个好位 哈哈哈哈 好 谢谢 谢谢 我这个也问崔老师好啊 崔老师您认识他吗 不是沈腾吗 对对对 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的 对对对 我有好多朋友 都是您教出来的 他他演了很多的戏 是 我都是在电影院里看 谢谢 包括在座的徐徐 徐征 崔老师 崔老师中间那个您还没点评呢 哎崔老师好您好 我叫贾链 这个就更不用说了 贾链 我们的那个 张小斐 跟您在一起的嘛 是是 演完戏以后 张小斐一下子就 疼起来了 是是 打那以后您就没再见过张小斐吧 哈哈哈哈哈哈 崔老师那那边那边穿绿衣服的 您猜他叫什么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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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叫李淡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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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为什么 为什么崔老师没有教过我 大伙这么害怕 哈哈哈哈 什么呀 我好害怕呀 为什么哎呀 崔老师可以说一下 一般像李淡这种学生 在电影学院大概可以活多少天 哈哈哈哈 好好慌啊 为什么 活的时间最长 啊 因为他不属于哪一个行当的 不在这个行当里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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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生诞静默没有 那就是丑了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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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谢谢 谢谢飞老师 然后伯格去准备 好我也准备 谢谢余和威老师 谢谢三板大辅的 谢谢所有 谢谢大家 一会我们再鼓舞成绩啊 谢谢大家